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心生病 心理也有很多的病态 所以除了一些贪嗔是嗔恨嫉妒的这种烦恼的病以外 还有 我决策四点 第一 损人不利己的心理病态 有一些人做事 不是说对别人有利的事情他不肯做 甚至于对别人有害 对自己也有害 他也会做这种糊涂的事情 所以孙人又不利己 比方说毁谤别人 供别人受了打击 他对你自己也有道德 第二 信坏不信好的心理病态 一个人讲好事不出门 坏事存情义 一个人报告哪里一个什么好人 哪里的好事 他不相信 而报告哪一个人家投契 哪一个人家强盗 哪一个人家有减情 哦 他就非常的相信 所以他信坏不信好的心理病态 第三呢 为国背为英的心理病态 有些人他最丑什么坏事 他不想到后顾的 话乱说 罪乱乏 等到这个罪 罪过来了 他畏惧了 所以畏顾不畏影的心理病态 意思呢 信坏不信坏的心理病态 你讲的坏话 他不相信 你讲的假话 他很容易相信 所以这个 人的这个立根性 这个心理的病态 不处啊 所以他 好的胜法 不能够触到自己的身心 反而那个事件上的 那种罪恶啊 虚无意啊 常常 在他心中啊 所以造成这个病态 这个心理的病态 一 是孙人不立即的心理病态 二 信坏不信好的心理病态 为国背为英的心理病态 诗之信价不信整理心理病态 我们的单纯 明信坏不信任 我们需要奇心理恢复到自己的心理 众议 以上